大家好,我是Heidi,欢迎收看月宇最财经 深圳楼市的底线再次崩溃 某小区降价六成的新闻,令到整个楼市为之震动 根据媒体报道,深圳有小区的二手楼,降价幅度竟然达到六成 例如花养年花香小区的一套面积为28平方米的商品住宅 在今年4月10号的成交价格为166万 单价大概是6万元每平方米 而同一户型的单位在2021年时曾经以410万的总价成交 单价接近15万每平方米 另一个意味着,相比高峰期的成交总价 该户型的楼价已经跌了59.5% 那为什么这个小区的楼价会有这么大的跌幅呢? 深圳的楼价到底又跌了多少呢? 内有加统计的数据显示,去年深圳二手楼成交的均价 从2021年的8万元每平方米跌到6万5平方米 接近2019年6万2每平方米的水准跌幅大概是19% 绝大部分的网红盘跌幅是要超过深圳跌幅的平均值 自至去年11月,龙华龙鱼居4期63平方米的单位 较高峰时期的价格跌了将近5成 南山大冲新城花园50平方米的户型单位 较高峰时期跌了33% 南山乐德介入小区48平方米的单位跌了37% 自至今年3月份,曾经的网红盘华润成83平方米的户型 也较到2021年高峰时期跌了3成左右 不过,如今天所说的,花羊年花香小区这样跌幅接近6成的 在深圳仍是少数 而且从表面上看,花羊年花香也不存在柳林较大等等的缺点 上述的花羊年花香建成于2011年 算是柳林较短的刺身楼 区位也比较好,位于保安的中心 距离地铁一号线的保体站大概只是700米 和南山前海片区的前海湾站只是相隔3个地铁站 那么这个体身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小区 楼价的跌幅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4年前,炒房团一窝蜂入市就已经为今天的结果埋下隐患 该小区的楼价2019年11月前后开始大幅上涨 一直到2021年达到楼价高峰 这个小区楼宁短,小户型比较多,总价便宜 又沟近前海片区 是不少年轻人的上车盘 这些因素又成为了炒房团监中这个小区的重要因素 2021年深圳的微博房产大V深房里 因为涉嫌炒房被相关部门调查之后 一份关于深房里的网红关注 禁入楼盘的名单里面 就包括了花养莲花香小区这个楼盘 这份名单里面的楼盘 主要位于龙瓦洪山片区 和前海和其他商量的片区 而花养莲花香就近隆前海片区 这一批楼盘的标签总结是这样的 次新楼,小户型为主 总价低,概念区地段 高杠杆的炒家混习等等 现在这类房屋除了要经受深圳楼市 整体回调的压力之外 还要额外遭遇炒房客的抛盘 深圳保障房的冲击 简称三座大山 所以现在看到已经是从高位调去露城 还不是故事的结局 就算是刨了这个过例 深圳的楼价也是普遍下跌的状态 直至4月份 深圳新楼二手楼的价格 大概是5万8每平方米 而2021年高点的时候 新楼的价格是6万4每平方米 二手楼的价格就更加夸张了 均价大概是8万万每平方米 计算一下 相对于三年前的高点 现在深圳的新楼价格下降了大概9% 二手楼价格下降了38% 二手楼跌了这么多 说明深圳楼市之前的泡沫还挺大的 很多炒房团把楼价炒起身 想着靠这个法家置库 结果最后还是一地计毛 再来看一下三月份深圳的数据 深圳市三月份 新建商品房一共是成交2,8.16套 总面积为29.6万平方米 其中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245套 总面积为22.9万平方米 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楼成交量下降了59.67% 而新楼住宅成交率同比下降了29.7% 三月份这波成交小阳春之后 当大家都以为市场行情 在逐渐转练的时候 想不到深圳二手楼的价格 又迎来了一波下跌 科技园的网红项目 华潤城潤府二旗 最近成交了一套150方的户型 成交总价1,850万 成交单价只是12万3 现在1,850万的成交价 相比最高点的时候 降幅达到43.7% 价格近乎腰斩 华潤城潤府二旗的楼价数崩 也是从这一套单位开始的 年初潤府二旗成交了一套89平方米的两房 总价1,048万 单价只有11万7每平方米 高峰期这个户型的总价达到1,634万 单价是18万3每平方米 降幅达到55.9% 潤府二旗的暴跌是比较有标志性的市场现象 一方面华潤城上科技园甚至是整个南山和深圳 比较有代表性的二手项目 因为项目自身的属性是比较全面 再加上纽龄较新 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深圳炒作分为最浓的城市之一 在过去的楼价高峰期 华潤城被售投资下清雷 在整个深圳也都属于领像的项目 另一方面华潤城相比其他的网红盘 价值比较稳,学区,交通条件,地段,商业配套等等的方面 应有尽有 因此价格一直以来相比其他的网红项目 比如前海的乐德假日 中海阳光玫瑰园这些项目相对坚挺 价值相对坚挺的项目都流价腰斩 这个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很消极的讯号 无独有偶 宝中另外一个知名的网红盘花仰莲花棍 价格也都开始雪崩 莲花棍这两天成交了一套28平方米的小户型 成交价降到了166万 单价首次低于6万元 同户型在2月份的时候 成交价价价在185万左右 两个月的时间跌幅超过一成 2021年最高峰的时候 该户型最高成交价达到420万 相比最高峰 现在的价格跌幅达到6成 相比华润润腐异期 花仰莲花棍就完全是炒作人的漏盘 之前这个项目靠它是海韻学校的学位 吸引一批家长和投资者 宝中地块 低总价的小户型本来就很少 再加上还有学区加持 产品就更加起缺了 价格最后能够被报仇起身 一点都不出奇 但是到了楼价下跌的时候 这类纯粹靠学区炒作的小户型单位 就会很难受 远比其他那些炒作的项目会更加容易跌 这次回看跌幅就看到了 润腐二期暴跌 跌幅最高只到55% 而花仰莲花棍的跌幅直接跌到了6成 同样都是楼价炒上去的项目 无规注价值的小户型就会跌得更加惨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个项目之外 现在深圳还有不少项目的价格都跌了5到6成 只不过因为现在很多项目的价格讯息不透明 所以在市场上并没有引起什么波难 去年深圳二手项目整体降价幅度大概是3成左右 个别项目的跌幅达到4成到5成 但是到了今年已经有个别项目的跌幅达到了5成到6成 这个说明深圳的二手楼价下滑趋势还没停下来 底线还在崩塌 新楼交易惨淡二手楼就很活跃 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二手楼现在降价得很厉害比新楼更便宜 降价到位了成交自然就上去了 也是二价换量 不单只是深圳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楼价都在下跌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月份 70个城市楼价的变动数据非常惨淡 全国70个城市的二手楼价格无论是环比同比全部下跌 要知道的是这70个城市基本含预了全国的主要城市一二线 深楼方面楼价大部分都是下跌的状态 得个别城市比如上海、杭州、北京未涨 为什么会上着呢? 主要是靠大平层的豪宅拉动的 小单位的干需楼价也是下跌的状态 在北京、海淀的楼价跌到神坛了 有路破小的楼价较高点甚至跌了25% 有些改善楼盘去年一年也跌了16% 在上海楼价跌幅也是超过了15% 空置出租房数量从3.6万套增加到6.9万套 在南京有小区二手楼的价格直接跌到了2017年 比如江北新区的华润国际社区 2017年二手楼价格是3万日 现在直接降到了2万2 很明显楼价还没速低 而且预计近两年还会继续下跌 所以想买楼但不急的可以等等 现在的楼价下跌 其实就是在出清之前楼市的泡沫和风险 回归利盛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